《芒果台》在综艺节目方面一直都领先,而乘风破浪的姐姐自从2019年推出第一季后便成为了爆款节目,而目前距离浪姐三录制时间越来越近,嘉宾名单基本上已可以确定, 网上也流传出了最终的30人大名单,不过这份名单一看就没有其他名单的真实度高,该网友爆料最终30人大名单分别是莫文蔚,余姿,温碧霞,刘璇,刘美涵,毛小彤,梁田,郑秀妍,王欣宁,蔡卓妍,钟星彤,王子玄,吴锦妍,张欣毅,古丽娜渣,李盛,桃燕,杨蓉, 苏世冰,黄玉玲,陈冰,郭采杰,姜美琴,胡姓,俊尼次人,黄雅丽,于文文,李一小,血凯琪,潘晨,这份名单中有很多人是首次出现,而古丽娜渣,吴锦妍,黎姿等参加节目的可能性并不高,并且这份名单与此前网友爆出的已经到湖南进行隔离的嘉宾名单相比, 触入比较大,在此之前,有网友爆料出的已经到湖南隔离的嘉宾分别是 徐梦桃,胡姓尔,张力,王心灵,蔡卓妍,钟心童,黄绿玲,黄毅,正秀妍,谭巍尾,吴锦妍,玉外二孙涵,王子玄,童瑶,毛小童,于文文,徐东东,刘玄,许如云,阿雅,张天爱,张欣毅,赵英子,吴诺丑,郭采杰, 随俊波,刘恋,黄小蕾和赵梦,相比这两份名单,重复的嘉宾仅有13人,剩余的17人都没有被爆已经到了湖南,其中包括已经到湖南的毛小童,徐东东等人,不过,这份名单对于自爆的几位都有,其中包括王心灵,蔡卓妍,钟心童,黄绿玲, 郑秀妍等人,因此,这份最新的30人大一般真实度并不高,鼓励娜扎作为当红演员,她平时就很少参加综艺节目,加上今年她有五部影片要播出,除过目前已经播出的《不要忘记我爱你》之外,还有四部影片,加上以后几年的片名,因此在时间方面并不支持她参加,而目前的她也不需要参加这类节目。 其次黎姿是香港演员,流行遮守,出演过电影《倚天屠龙记之魔教教主》,古霍仔系列影片口碑和评分都非常高,她在2001年出演的电视剧《倚天屠龙记》也成为了经典,在这部影片中她出演的正是女主赵敏,近年来她很少再出现在观众面前,也很少出演影片,2009年她结婚后,也退出了娱乐圈, 因此才没有了她的动态,而在前不久,她更新微博发文称,要出一次远门,并且还让网友猜她去呢,因此有不少网友猜她是要去参加浪姐三。 不过在我看来可能性并不大,梁田是芒果台的主持人,在此之前有网报名单中称她是第三季的主持人,但目前来看,网传的主持人也有很多,其中包括邓超,黄晓明等人。 而梁田作为芒果台的主持人参加浪姐三的可能性并不大,除非嘉宾人数不够,她临时去凑个数,除此之外唐燕参加的可能性也不大,因此这份最新的30人大名单真实度并不高。 不过节目马上就要开始录制了,等节目录制开始后,便知道参加浪姐三的姐姐们都有谁,毕竟在节目没有录制前,嘉宾阵容随时都会发生变化。